你好,我是Clement 如今市面百物涨价 就算是金打细算已在节省 还是要花费不少在购买食物冲击 而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政府提出爱心菜单Manorama计划 让民众可以以5令吉的价格购买食物 填饱肚子 如今全国也有500多家餐厅响应政府的号召 纷纷推出价格不超过5令吉的餐点 自从同铁政府推出爱心菜单计划后 截至2月16号 全国共有512家餐馆和公司注册响应加入 随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KPDN 也设立了爱心菜单网站 让民众可以上网查询 附近有哪些餐厅推出价格不超过5令吉的餐点 民众只需要浏览manorama.kpdm.gov.my 就可以直接查看全国各班州署 有哪些餐厅参与爱心菜单的计划 不过目前这份名单并不完整 原因是有些商家虽然也有推出了爱心菜单 但却没有向当局注册 政府推荐的爱心菜单计划正式开跑后 大受消费者欢迎 并吸引一名英国游客购买品尝 这名游客在视频称赞 爱心菜单的食物营养丰富又美味 同时他在视频轨端更像英国首相苏纳克喊话 效仿我国首相拿督斯利安华政府的做法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道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